乘搭一只福莱特玻璃68-65 这个朋友问是否值得买入? 有什么价格可以买呢? 福莱特玻璃我觉得 长远的感觉是好的 因为大家都会去想 究竟它会不会都属于 做车的供应链的一部分 因为始终现在大家都会留意到 很多车现在都喜欢用sky roof 就是天幕玻璃 这一个情景 但是有一个情况就是 我们可能要看实的就是 究竟那些车的供应链 就是可能我们要留意 究竟车的供应链 是不是应该都已经开始 舒缓那些东西 令到大家会觉得 那些需求真的能够出利 那我觉得这个 如果你问我要等的catalyst 是等这个东西 那短线上 其实它可能未必是 现在市场口味的那杯茶 所以我就不会在这一刻去追 还有如果真的 它应该如果有个动力回来 我应该觉得 我会严谓一点 我会觉得它要站在34元 可能才叫做 是真的动力回来 否则的 可能短线你要留意着 29元这些水平 它会不会去试 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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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了